當家兄弟出騙了,十五 十四歲,Google自學 屬無人機加不上網 VS不上網看電視 呃,再加會考滿級分少年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Google那個應該比較強一點吧 好可憐喔 不管他會考滿不滿級分 會考滿級分應該也是算是蠻厲害的 也是算是蠻厲害的啦 只是他不能上網 不能看電視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我是覺得有點過火啦 阿我覺得有時候很好笑 就是,我覺得很好笑的點 是那個,你可能比如說那個誰誰誰 比如說我今天我兩個盒子都上台大 我是覺得過火,我說過火 幹你老師 過火,過火,you know,過,歌屋奧過 那個是放,Fan,Fan 你老師咧,就一個火 這一個火是差不多的齁 我是說啦,我是說很多時候 比如說我兩個小孩都上台大 然後那個媒體記者就會去訪問他 那個小孩的老爸說什麼 阿你是怎麼把這個小孩子交上台大的啊 然後他就會說很多教育理念啊 我就是從小啊就是,什麼,很嚴啊 腐霸,那個虎霸虎媽 就是那個中國很多那種,有沒有 虎霸虎媽,就是對自己小孩子很嚴苛 然後把他弄上台大什麼東西 然後就很多記者去,阿你當然是怎麼把你的小孩 然後交進什麼中國的什麼好大學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去訪問說,幹 阿媽的你應該去訪問的是小孩啊 你應該去問說,阿他媽的你到底是怎麼他媽讀成這個樣子 你不是去問他爸媽,你是不是有這些人是不是智障啊 你應該就會就會遇到一堆人智障 然後去訪問那個什麼,阿,阿你請問你是怎麼把小孩 那個,交成這個樣子的,幹你老師咧 那不是小孩上的嗎 關他爸媽屁事啊,你懂嗎你懂嗎 就是你就會看到一堆媒體記者 很喜歡去訪問這種人的爸媽,阿,阿,請問你是怎麼把小孩 教育成這個樣子,我想說,幹 他媽他自己讀的,我想說,好不好 那你為什麼不去訪問小孩 那他是那個,爸媽讀的是不是 那是智障,請問我是怎麼 請問爸媽是怎麼把我教到莊敬的 這就是我爸媽的不對耶,這個就是爸媽 這就不能怪小孩了,絕對是 絕對是他們不會教,絕對是他們不會教 可惜,我就覺得我應該是台大的料子 我就覺得基本上我應該是台大的料子 總會變莊敬,這很明顯是他們的問題阿 這很明顯是他們的問題,不能怪我 好不好,這很明顯,我就覺得 我是那個哈佛的料,哈佛 牛,牛,牛精什麼東西的 真的是可惜阿 別人來訪問我念台大 還不如去捷運站開無雙 長髮了20塊,你不要在那邊543喔 不要去捷運站開無雙齁 這事情是很不對的 都是你們看我實況,你們現在 幹他媽的,你以後不准吃卡拉基 只能吃拉基 謝謝媽媽,謝謝媽媽 不是喔,我就覺得我是這種,我是天才 天才的英文怎麼講 Gunias,是Gunias嗎,差不多啦 反正我就覺得我是一個很有天分的小孩阿 一定是這個教育方針出了錯 一定是有些地方出了錯 白癡,我怎麼看我都是將來 我把我小孩的手機電腦就收起來 每天送他去補習每考 100億分打十下 你還敢說不是我教的 你還敢說不是我教的 真棒真棒,你這樣子小孩 幹你這樣小孩一定他媽會去捷運站砍人喔 你剛剛說要怪你爸媽的時候 是不是回頭看了一下房門 很怕他們經過會聽到 白癡,我平常火爆的 你們是第一天認識我 第一天看我台喔 我有這麼俗辣是不是 我有這麼俗辣是不是 我門窗全部開著啦 我是門窗全部開著 我只差沒拿大聲弓在那邊喊了 大聲弓都差不多拿起來 我準備要去拿大聲弓喊給大家聽了齁 開玩笑 真的是就把我當俗辣欸 都覺得我是人前做一套 然後人後不帶一套 只敢在那邊偶四三 那真的是 有這樣的無聊 你會用這一個